這女生啊 她的個性是 在跟我聊天的時候 都比較說 欸幹你怎樣怎樣怎樣 我跟她打成說的時候都說 啊我愛死了我啦 OMG 不要太激動 不要太激動 分手後還當朋友 不是因為太愛 就是因為根本沒有愛過 欸你在家幹嘛一直戴帽子啊 你脫頭喔 沒有啦不可能 那你帽子拿下我看 歡迎收看國伯接地區 你相信男女之間有純友誼嗎 以後別做朋友 你又不能承受 請先去問問看網友們 對於男女純友誼的看法吧 走吧 我們講一下什麼東西 心中十七真心不騙 那個數字看是什麼 你自己想 一百公尺十七鳥 你相信男女之間有純友誼嗎 我相信有 不相信 我自己是覺得有 因為我自己有一個 看錯的異性朋友 對 但是我發現男生好像 覺得沒有 應該是說要看那個人的長相 長相越不OK 友誼越純 所以你覺得男生跟女生的 整個通腦的邏輯 我講說太歧視了 不會 就喜歡你騎乎女人 其實是同性戀 對 那我是同性戀 對 就是說因為我覺得 大部分男生是以 生理為出發覺的導向 那你也是 對 也是所以其實男生都有 所以總結就是 女生比較偏 跟男生其實 不太偏 那總結好好對 真的 有男生跟你是純友誼關係嗎 我覺得一開始純友誼 後來就不是純友誼了 因為聊得太深入 你要走心啦 比方說打遊戲打一打 然後打完之後 隔一段時間就說 欸其實我喜歡你 然後我馬上就 我講一個超扯的 我有男朋友 還有男朋友的朋友們 然後就一起在那個群組裡面 就是傳說 然後結果呢 就是他的兄弟啦 對 愛上他另外一個兄弟的女友 他們就都在一起了 然後那個男生 他在日本 很想死啊 然後那個男生 他在日本 很想死啊 看那個語音的時候 他就說 還好嗎 喔 沒事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這樣 就是 OK 我在打野的時候 我說 趕快點 他不懂在玩什麼 白色的東西 那女生呢 她的個性是 在跟我聊天的時候 都比較說 你怎樣怎樣怎樣 她打算說 說 我快死了 這樣子 Oh my God 不要太激動 不要太激動 我也有 蠻要好的男生配合 基本上 不會每天連絡 你 性上練習到來 我覺得 心靈出軌是一件 不太可怕的事情 男朋友去摸摸茶這種事情 啊 傳病給我就好了 因為我身邊的朋友 是 我故的那種 他就說他們是 好朋友嘛 對 可是他們的行為就是 基本上是每一天連絡 可能會摸摸頭啊 就搭個肩啊 之類的 基本上是可以在一起 但是他們就說 我們就是朋友啊 所以然後我 對我做出再曖昧的動作 真的一點感情都沒有 怎麼會脫光呢 女生是先有感情 然後才對肉體有慾望 除非現在吃到很帥 然後六塊錢 然後六塊錢 不是 但是男生會比較容易 今天可能還沒看到臉 然後摸到奶 你就直接摸起 你男友有類似的這種女生朋友 他身邊不妨追求者 他有跟我講過 他從小到大 都是女生追他 他才在 他從來沒有追過一個女生 其實我們在一起六年了 六年 他跟每一個女生朋友都說 我沒有女朋友 他公共有物嗎 不是 他長得像哈利福 然後如果你嚇到他兩邊的臉 可能長得有點像火箭華 像我男朋友就是 不太會拒絕女生 然後所以我就乾脆跟他說不行 就是他不會覺得 女生什麼蜜蜜 這樣 他說他今天看我身上 可能是他真的喝醉 你現在有對象嗎 對象是指 穩定的對象 沒有 他有不穩定的對象嗎 不好說 好 然後你把朋友出去 單獨兩個人出去 可能就喝個酒 什麼的 我說說不定就怎麼樣了 想去喝嗎 啊 那假設 就是你男友平常是開車的 然後他今天去玩咖啡廳 順便帶他回家 不行 除非他坐在 不是副駕 就可以 那就這裡吧 你一車就更不行了是不是 因為還要抱著 然後你講話還要不要太大聲 你先靠說 什麼 怪我 什麼 可以啊 我很信任對方 女生也OK 女生OK 可以多護駕 可以啊 超級大陣 沒穿大短軍 可以啊 他如果離開了 那就是他的問題 我讓你離開 代表我不適合嗎 高福西 卓水系他們也不適合 跟前任打炮一樣 不打炮 我根本沒辦法 一定會打炮是不是 對啊 一定要 不是 有一點能思考 因為我沒有前任 我也沒有現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覺得 跟前任是什麼 如果聊天的內容 是有點那種 回覆當面 確實是嗎 因為我前任他會暴力傾向 所以我就鬼在跟他當朋友 這樣子 但是我男朋友的前女友的好幾個 然後我都是跟他們當好朋友的那一種 我不會在乎那些前女友 我覺得前女友才會 造就有現在這個他 才會完整的這個他 所以要感謝他們 因為我是我音樂系 然後我的樂器 剛好跟他的前女友們 都是蠻類似的 所以有些交流 或者是演出 都會碰到 哪有專吃這種樂器的 請問是喇叭嗎 Saxbom 你能不能接受跟前任打炮 啊 因為這件事情 現在此時此刻就發生在我身上 我本來不應該再聯絡了 卻還是一直聯絡 其實分手的那一刻 就一定要全部封鎖加三處才對 我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如果你不有一點點喜歡 你跟他當朋友 都只是為了要 再試圖接近他 其實你根本不想跟他當朋友 你只是想要繼續待在他身邊 我當然有機會說得很好 分手後還當朋友 不是因為 對 還愛就是因為 根本沒有愛過 至今的我到現在 其實還不太知道 我為什麼會被分手 但是我自己 有發現就是 他跟某一個女生的聊天內容 對 跟當時他追我的SOP 一模一樣 他有沒有叫你的媽媽 可是我不知道 對啊 幹 怎麼會這樣靠北呢 我的SOP 對 好 又看你要怎麼叫起來 但是第二塊還是要 上面是第二塊 打起來 打起來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把上面叫起來 把下面叫起來 哪有這種 妳的曖昧街道 怎麼夠一樣 從外面的世界 要打 還有我們 我覺得這是景品之王 那個劈腿的女生 她是什麼樂器的 她也是吹樂器的 她不是吹 更厲害 她是打 她是打機 然後 有人就說可能 因為她很會 就手的力道很夠 好好好 因為你知道有雙土這個事情 就是原本我們點音 都是一個音一個音 所以手都點快點 就兩個音兩個音 這樣點 然後男生說 要不要我對你做雙土啊 哈哈 音樂的戲都是這樣子 完蛋 第一天真亂